大家好,欢迎收看Knockout从入门到精通教学视频 我们今天学习第七课 我们第七课学习的内容是在平时开发过程当中使用的最多的一种东西 简单的数据表单提交 在进入第七课的具体内容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上阶课的家庭作业 我们回到上阶课的页面 敲入Hello World 点击发送 点击发送 这里是我们初始化的两个Message and List的自定义组件 但是这个里面的Account都是Tom 我们希望大家在初始化这个自定义组件前 可以将Account当作参数传入 我们回到第六课的代码 上一期课给大家提示的就是 我们在绑定Compens这个Name的时候 后面可以加上Paramus 这里就可以输入Account的名字 比如说我们这边初始化这个自定义标签 传入Jerry 那么我们还需要在Register这个地方做一个修改 ViewModel这个方法 可以接收Paramus 如果传入的参数不为空 则显示 如果为空 默认就为Tom 我们保存代码 回到页面刷新 第一个 点击发送肯定还是Tom 第二个 巧入黑 就是Jerry 我们回到代码界面再看一下 这里其实非常简单 在绑定自定义组件的时候 有一个参数 可以传入自定义的值 而这个参数你可以复制给Account 也可以复制给其他的自定义属性 这样子就可以在初始化自定义空间的时候 拥有不同的初始化配置 上节课的家庭作业就回顾到这里 我们进入本节课的内容 本节课我们的需求是 开发一个完善个人资料的表单提交页面 这样的页面在SNS特别流行的境界 用的非常多 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表单空间 我们本节课就是教大家 如何来定义这些各式各样的表单 在提交的过程当中 还可以去验证表单的一些数据 以及在最后提交表单的时候 再加入一些JS的前端判断逻辑 好 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来定义这个表单 好 我们切回代码界面 在我们开始定义ViewModel之前 先编写一个form html标签 这样我们接下来所有的表单的标签都会写在这个form表单内 我们一行表单数据 用一个DIV标签把它标起来 文字说明用Level 第一行表单数据 我们需要用户输入用户名 姓名 姓名 然后我们输入input 一个文本输入框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在ViewModel当中 新增一个属性 Self Name K5.observable 默认之为空字不算 在上面需要绑定DataBinder Value Name 好 我们保存 回到页面 刷新 看一看效果 我们表单的第一个字段 姓名就已经添加完毕了 我们接下来添加第二个标签 邮箱 拷贝这一行的结构 我们需要在ViewModel当中 新增一个属性 Email 在Input当中绑定这个属性 好 再新增下一个属性 地址 这里我们需要新增两个地址包含市 以及区 以及区 City Era 这里我们需要用到一个联动的下拉选择框 在新增下拉选项框之前 我们还需要在ViewModel当中 新增三个属性 首先第一个 CityList 这里我们需要使用Ko.observable Era 绑定一个数组 这是一个对象数组 是一个城市列表 首先是城市的名字 Name 我们举两个例子 上海 定义一个编码 Code 1001 定义第二个城市 北京 编码为1002 接下来 定义一个区的列表 同样要使用Ko.observable 绑定数组 我们在这里先加上市 上海市跟北京市 然后拷贝这一段 首先我们先写上海市的三个区 静安区 Name为静安区 Code为1001 001 此外 区还需要再加上一个属性 CityCode 表示该区属于某一个城市 静安区属于上海市 所以CityCode为1001 所以CityCode为1001 接下来我们新增4个区 北京的 朝阳区 刻的为1002 001 CityCode需要改变一下 1002 宣武区 海电 通舟 将区的CityCode 分别 改到1234 好 我们保存代码 首先 我们需要绑定CityList 在地址 在地址后面 新增一个Select HTML表现 选用DataBind 这里 我们需要绑定下来选项卡 需要使用关键字Options 首先绑定的是城市列表 CityList Options Text 表示下来选项卡显示的选项的值 我们需要显示的是 城市的名字 Name 注意这里需要为Name 加上单引号 表示这是一个 字符串 而并不是一个属性 Options Value 使用Code 下来选项卡选中之后的值 就是 城市的编码 接下来 接下来 Value 表示下来选项卡选中的值 复制到哪一个 属性上 我们这边需要 复制到的是 Self.City 这里写City 接下来还有一个属性 Option Captain 是一个字符串 表示下来选项卡在没有选中值的时候初始显示的文字提醒 我们这里选择 请选择城市 我们保存代码 回到页面 刷新 我们看到 这里我们的这个下来选项卡就已经绑定好了 首先显示的是提示文字 请选择城市 接下来是我们定义的两个城市 上海跟北京市 我们这里定义的 AreaList 表示所有的区 但是我们这边需要做到的就是选择了城市之后要显示城市对应的曲线 那么我们显示所有的区这个列表是不合适的 所以我们这里需要再定义一个 Current AreaList 这里需要使用K5.computer 一个匿名方法 然后是self 在这个匿名方法内 我们需要使用一个 Knockout提供的 过滤数组的方法 叫做Area Filt 包含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传入需要过滤的数组 我们这边需要过滤的是AreaList 第二个参数是一个匿名方法 这时候放完体内我们需要return AreaList City Code 等于 self City 也就是 我们需要这个AreaList 数组当中 City Code 为当前选中的这个城市的编码 将它返回出去 我们在这里也需要加上一个return 好 我们保存 我们复制一个select的html标签 这里绑定的options 也就是我们这边定义的 correct error list option option text 依然是name 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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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code value 我们这边需要改一下 是error 这里的title 请选择 曲线 好 我们保存代码 回到页面 刷新 选择上海市 出现的是 静安区 学会区 跟普通区 选择北京市 出现的是 超原旋物 海淀通州 OK 我们这个 下拉选项卡的 机连操作 就已经绑定成功了 好 我们note out 开发一个简单的表单提交页面 上 这节课 到这里 也差不多快跟大家说再见了 在这节课结束之前 我们给大家留一个简单的家庭作业 也就是我们在 开发这个简单的表单提供页面 下 即将要开发的一个东西 我们这边有单选的地址选项 选择式跟曲线 那我们希望大家试试看 新增一个爱好的HTML的下拉选项卡 是多选的 希望大家回去尝试一下 好 那我们开发一个简单的表单提交页面的上 就结束了 请大家收看下一期的 开发一个简单的表单提交页面下集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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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